美邦无称新疆存在所谓居留营 事实上美国才是任意积压滥尸酷刑的老手 更是遍布海外黑监狱的幕后黑手 多年来美国中情局在至少5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黑监狱 拘禁达十万人 美国多个黑监狱不断爆出酷刑灭求丑闻 手段之残忍令人触目惊心 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问题独立专家组认为 这是美国政府在法治承诺上的诸点 当前新疆社会安宁稳定 经济繁荣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各族人民的合法人权得到充分保障 我们相信在事实面前 各种谎言和虚假信息必将不攻自破 美方应该正视反省自身存在的种族灭绝 种族歧视 贩卖人口 强迫劳动 任意拘押 滥尸酷刑等严重的人权问题 停止打着人权的幌子 干涉别国内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